台北公司花林园区的发展可追溯自治区时期 直至1960年国内农业发展起飞对肥料需求激增 过去的工业种地转身成为农业应用发展基地 台北花林园区云烟诞生 40个年头过去 台北公司与时俱进 潜入太平洋600公尺深度铺板 汲取珍贵的海洋深沉水 昔日土老矿物的增加 如今再次华丽翻转成为台北花林行则海水园区 时至今日台北花林深沉海水园区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深沉海水园区 入位于花林深沉海水海洋产业观光廊带的中心枢纽位置 广大的腹地规划有水产繁养殖区 加工生产区 休闲体验区 形象推广区及景观绿带区 台北公司不仅生产高品质的深沉海水产品 也投入水产养殖与藻类生机的研究开发 结合业界伙伴建制深沉海水产业链平台 积极投入深沉海水产业的发展 在海洋深沉水发展渐区成熟的今日 除了萃取其成分作为食品与化妆品应用外 鉴于水产养殖的市场日益扩大 园区更进一步利用珍稀的海洋深沉水 结合太阳光电与智慧管理系统 以多阶段的方式 应用于藻类与白虾等高价值水产的养殖 我们应用洁净的深沉海水与花莲充足的日盖 规模化的培植虎胎 石唇 以及海木耳等高价值藻类 优质的环境与日盖 让藻类的生长速度与品质均有所提升 采收后供给食品大厂为优质原料行销活剂 此外更进一步研究利用培育藻类后的深沉海水 依用在白虾的养殖尾上 不仅为白虾提供天然的养分 丰富的矿物质与微亮元素 可让人们的白虾滑口泈倒莓利十足 人区更进自动化分解与包装设备 产品品质plete 往往输筛之前便早会订购一通 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技术及精硬 供应最高品质的水产品 将每一分深浅海水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们今天就是照顾 来 那我教大家的第一个照顾情节目的感觉 谢谢 谢谢 有山衣败有海为辣 参天老树在苑林出了水云 日式老家子八文其中 静蜜是这儿最佳的鞋上 除了技术研发以外 我们同样重视认为与地方产业的发展 近期公顷的休闲体验区 保留了日制时期的建筑文物及优美景观 并规划海矿太所馆 提供了导览DIY体验活动 展示深层海水多元产品 也可亲身踏足深层海水逐温步道 体验太平洋深层海水的新兴气凉 2020年 我们准备着再一次的华丽转身 台北海洋深层水园区结合了传统与现代 以DIPAC为名善用深层海水资源 打造全台第一座优质深层海水园区 领头深层海水技术的开发 建立产业平台 将海洋知识预章预乐 致力于海洋资源应用等延续发展 欢迎一起来探索体验深层海水的奥秘 一同开创南京试验 台北海洋深层水园区 欢迎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